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阿欣帶大家來看看我們藏龍灣 即將投油使用的會所 我們進去了解一下 這裡已經是一個現樓項目 整個小區已經交樓入住 入住率都可以 市區畢竟有居住的剛性需求 所以市區的樓一旦交付 入住率都比較高 很多人會馬上投入使用 這個項目是灣仔片區 目前最漂亮的樓 環境很舒服 這邊是其中一個出入口 其中一個出入口的漆仔都已經開了 因為很多人說這個項目的樓下沒有底箱 其實也不是 但好像漆仔一樣都已經開了 其他的話 陸陸陸續續都會投入使用 包括我們匯所 一步一步慢慢把這些設施都落實到位 這個項目其實有幾大的亮點 第一個環境來說算是比較漂亮的 裝修各方面的標準 在灣仔區來說都比較高 大堂最欣賞的是一個大堂 大堂有9米跳高 還有每一棟大堂都會有一個管家 專門在那裡24小時服務大家 像港式住宅一樣 對 有一種港式的豪宅 還有酒店的感覺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它的這個 風區做得特別漂亮 你看看 很多人都是鋪那些比較普通的地磚 它這裏有造型的 鋪得都很平整很漂亮 然後你看看 這麼漂亮的這些流水 景觀以及泳池 它的泳池都是它的一個亮點 看著澳門景的 看著豪江看著澳門 一個天際式的毛邊際泳池 這個都是它的一大亮點 還有它的景觀 這是它最大的一個賣點 我們目前賣的 就是那幾座 可以看到我們的浩江景 我們這邊其實這個項目的 價差都比較厲害 有29,000 有30,000 有37,000 有42,000 不同的戶型 有不同的價錢 因為最主要一點是 什麼導致呢? 就是它的景觀 景觀導致它的價錢有所區別 現在阿欣帶大家來感受一下 我們即將投入使用的一個會所 這裏上去的話就是我們的泳池 不過我們這個因為是室外的 所以它就要夏天才會開放才有水可以游 這裏是這個會所 這個會所已經裝修好了 過幾天就可以投入使用 看看我們的會所有什麼 它類似於星級酒店 有一層專門讓你做休閒區 一進來就有一個很氣派的前桌 非常氣派 有點像高級會索空 然後它分了藍賓和女賓兩邊換衣區 我帶大家看一下呂賓 呂賓 不是啊 先讓你們看一下 還沒看就四月了 不用怕 這邊有一些鏡 都做得很漂亮 很別致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衛生間 這邊是臨浴區 像是洗澡 都做得很漂亮 這些地板鋪得很漂亮 還製作美服 然後這邊是一些儲物櫃 藏浪匯 VIP儲物櫃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它就是這樣 不算很大 這裡有一個乾蒸區 這個比較少有的 可以做一下汗蒸 都不用出去打骨 這個也可以 在自己的屋苑可以在這裡做健身 在這裡做健身 夏天還可以在上面游泳 超棒 我們來看一下藍賓的 我也是第一次去藍賓 你看看 裡面有些什麼 跟女士那邊差不多 這個比較漂亮 為何男賓比女賓更多 這個不合理 看看這邊 也有乾蒸 這個 洗澡 這個也是臨浴區 然後兩邊都有汗蒸 其實都一樣 基本上都是一致 對 尺寸也差不多 大小其實差不多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運動器材 我先去看看 我們來看一下健身房裡面有什麼 有很多比較專業的運動器材 後來我們應該會增設那些師教 即是增設那些教練在這裡 大家就可以在這裡做健身房 不用出去外面的健身房 還有我們這個收費應該會比外面的健身房便宜很多 滿足大家在屋苑全民健身這個概念 有跑步機 舉重 還有一些瑜伽室 還有一個咖啡室 裡面還有一些活動的空間 對 應該是連瑜伽 相對來說都夠闊落 我們會鎖就看完了 現在帶大家上去看看我們的實體樓 今天帶大家看的這個護形 就在山洞這裡 我們看看山洞樓下 其實整得挺漂亮的 大堂樓很高 然後門口還有一些雕塑 每一座樓下我發覺都會有一個流水和雕塑 每一座都不同 對 每一座的擺件都不同 我覺得有一件事很好 交了樓這麼久 那些水都沒有停 不會說收樓之後停水 沒有這些景觀 顯得我們交的管理費有些作用 你看看樓下 這裡是一個封閉式的管理 這裡的話你需要拍卡才可以進去 或者是要呼叫才可以進去 連接中 好OK 我們進去看一看 然後管家就是 這裡 現在是吃飯時間 中午12點 他就不在 但是的話 他會提醒你 如果你看不到他你就叫他 有事你可以找他 對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電梯 它是一個三梯的設計 這兩邊是我們的客梯 這邊是貨梯 有很多朋友會很關心電梯的大小 因為他們說 100吋的電視 究竟可不可以進去 這樣 不如這樣吧 我們不要坐這個客梯 我們去看看貨梯的大小 看看可不可以放得到 這個100吋的電視 和傢伙 好嗎 這邊是我們的貨梯 剛才大家看到的客梯 它裝修得很漂亮 還有那些石 之類的 這個貨梯的話 就做了防護板 但你可以看一下 但馬上就高了很多 還有闊了很多 空間大了很多 這個角度 我現在和Jimmy 是一個對角線的角度 我相信這裡放米8大床上來 沒有問題 還有100吋電視 都小問題 完全是一個小問題 我們這棟的話 三棟 它一共有47層高 現在的那些弧形 其實跟二棟是差不多的 但是因為我們三棟 它比較前一點 前排 對 澳門景會漂亮一點 澳門景會漂亮一點 所以三棟的價錢 相對於我們二棟來說 價格會高一點 同樣的弧形 大概差接近3000元左右 一平方的價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的弧形 108平方的話 它是一個東南朝向的四房單位 這是一個餐廳一體化設計的橫廳 這個弧形的設計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的實用空間會比較強 因為全部走廊位都是廳位 都利用了 沒錯 一進門口的位置 我們這裡是一個鞋櫃部分 鞋櫃位 然後這裡就是我們的一間小房 你可以做個書房 多功能活動區 因為這個房間比較小 如果做客房的情況 可能就會小一點 對 沒錯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廳位部分 餐廳一體化的一個設計 這裡是廚房 廚房部分的話可以放個小的雙開 可能有點勉強 小的雙開門可以 對 應該只能夠放小的 然後這些都是我們膠樓的標準 西門寺的三件套 然後我們的這個星盤 我覺得這個星盤比較有質感 磨砂 暗黑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整個空間的話 它是一個四開間朝南的一個設計 怎麼為之四開間呢 廚房 飯廳 然後這個陽台 還有我們的主人房 對 十一米二的一個四開間景觀面 我們來看看這個露台 這個露台是它的最大賣點 最大賣點 景觀 對 最煞食是這個 這個護形來說 目前應該算是 除了我們的這個95平方 2萬9之外 目前現在這個單位應該是最便宜的 這個單位算是最便宜的 因為它會給那個95平方有一個優勢 就是它看到海景 又看到澳門塔景 在自己家的廳位可以看煙花 對 95就做不到 有些驚喜 對 因為它價錢上有些差距 所以景觀就會漂亮很多 我們這個露台的長度 也有四米四 四米四 對 如果你想要超大客廳的話 可以托它出來 四米四的一個露台 多了一部分的一個空間 帶大家來看看我們的房間位 我們的房間 它是一個並排式的一個設計 但主人房就相當比較尊貴 它會在另一個角 我們這個位置的話 是一個三段式的乾濕分離的衛生間 它衛生間的膠錶其實很高的 這些鏡櫃 很有質感 裡面的空間都比較大 以及我們的桌面 它是一個石的一個桌面 所以我覺得它膠錶來說算是OK 對得住那個裝修費用 這些都是我的膠錶標準 可能馬桶區的位置會小一點 南浴區的空間這裡的話 它是有我們的一個飄窗台 還有這個設計的話 鏡頭可能體驗不出來 但人一走進來就知道 它有一個傾斜的一個角度 所以下水就會比較容易一些 不會說堵塞 下水會比較快一點 對 來看看房間 這個是客房 它又做了一個塔塔米 這張是一個大概一米半的床 實際上我們可以做到米八的 空間也是足夠的 這間房間的話 看出去就可以看到山景 因為這裡的話 對出去是看到馬路的 大家可能會覺得 會有一點點吵 但因為我們的玻璃比較厚 雙層加硬 對 其實OK的 不算很吵 如果高層進去可以看到很遠 這個房間 沒錯 這個單位我們現在在六樓 只是六樓的朋友 如果是高層的話 這個景會更加地美 你看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的話 其實跟剛才那間客房 差不多大小 它的房間就會比較平均 兩間客房的一個大小 這裡看的角度會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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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香港入口 在這裡 回家的話 回香港超方便 如果高層的話 可以越過前面的山 看到南平水庫 那就要比較高才行 不過不要緊 我們這棟樓有時47層高 超高層 對 超高層 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的話 它是很直觀的 會看到我們的海景 以及我們的一個泳池 現在六樓看的不清楚 高一點就會看的清楚 因為我們的泳池其實高度很高 泳池下面其實是停車場的出口 所以我們的泳池是一個 無邊際的一個超高泳池 是珠海首創的一個住宅式的無邊際泳池 這裡因為是六樓 所以看的感覺上很鐵近 但是如果高層一點 就可以撫陷到泳池 視野效果很好 看出去的話 浩江和澳門夜景 就會比較亮麗 有煙花景 少許 OK 看看這邊 這裡的話 三邊落床都有空間 還有一個 附入式的衣帽間 在這裡 我覺得缺陷就是 可能為了湊四間房 所以房間大小不算特別大 就是主人房來說 兩間客房可以 但是主人房不算特別大 衣帽間的位置有點小 休息區的位置有點小 如果是108張 由四房變三房就完美 完美 我們來看看 我們的衛生間 這個衛生間因為是一體式的 所以它的空間會更舒服一點 感覺上更加大氣一點 目前這個單位的話 如果是在山洞 單價大概是三萬到三萬三以上 一個價錢 樓層越高 單價就越貴 如果是在二棟的話 相對來說 二棟的價錢就會便宜一點 二棟相對就會便宜一點 因為二棟的話 它的位置陷入了一點 我們現在的話 狀龍灣 目前在搞一些優惠的大速 我們會有一個 有些單位它會有一個車位的贈送 有部份單位的話 它會有一個家具家電大力包的贈送 有些單位的話 它會有一個五年物業管理費的贈送 如果朋友想要了解更加詳細的資訊 歡迎隨時聯繫阿欣 阿欣可以安排大家來看實體樓參觀一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